民生物资什么都在涨 大家的生活费可能都要多掏点钱出来了 比如说坐月子 护理之家现在是不是要变贵了 就算没有变贵 打了比较便宜的价格 但是size是不是缩水了 我们说连锁素食业的 这个业者现在不是抢客大作战吗 推出超低价79元的套餐 这个五间超值套餐 价钱是变低了 但是顾客也抱怨说 尺码缩水了 简直是小人国的餐点 跟图上怎么差那么多 业者说广告的图片 都是食品拍摄没有作假 台北市卫生局最近就会介入调查了 如果广告真的夸大不实 可以开罚4万甚至高达20万元 汉堡薯条家中可特价79元 素食店抢客大作战 抢供铜板美食族 却遭到网友大批 特价的汉堡简直就是小人国的size 网友试吃po照片 广告上多到满出来的鸡肉 实际上确实比面包还要少 而且长度只有三颗巧克力 汉堡的size迷你到网友都看不下去 文化你会想买吗 不会啊 为什么 太小了 直接去早餐店店 觉得早餐店的汉堡还比较大吗 对 这一块45元 我可能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般三名字都25块 就可以吃得饱了 那这个里面就只有一样东西 业者澄清广告照片都是食品拍摄 可能角度不同 视觉上难免有落差 记者实际把特价的汉堡放在手心 结果的确比女生手掌还要小这么多 而且内容物除了面包鸡肉 就只有酱汁 也难怪民众直呼 太不值得 假如真的是有违反规定的话 大概就是这个汉堡 你把10到20万嘛 素食店大打折扣 占民众不止价格紧紧计较 现在就连汉堡尺寸也会超级比异比 中央新闻 郑一阵和坤源 台北采访报道